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潮聚焦 在我们节目中我就比较抨击我说 共产党把中国人毁的原因就是从生命角度毁了中国人 那无神论呢 我曾经开玩笑 我说 无神论如果是个无神论的人 被共产党灌输你认可他那一套 那你说的东西呢 很多东西就连狗屁都不是 我大家爱听了可能 无神论就否定了人的轮回转世 否定了人的轮回转世 你就否定了你跟你媳妇 你跟你先生 你跟你孩子之间的缘分 而如果男女之间 你否定了自己之间的缘分 缘分是生命在灵魂中 过去时间的这种恩怨 对不对 如果你否定了人的男女之间的缘分 促成的一个家庭 你就是两块破肉滚来滚去 那就是欲望 而如果你否定了缘分 你否定了人的这种相互内在的生命连带的话 那你就不再溜到轮回中 你不再溜到 你厉害不再溜到轮回中 轩辕皇帝当初就是跟广成子求得一句话 叫不再 我怎么能够离世脱世之法 就是我不进入轮回 说了一句 人离色不老 对吧 目离火不灰 一个色字 广成子告诉了轩辕帝的一个色字 使得轩辕帝修成了 白日飞升了 而这里面 一个共产党告诉了中国人一个无神论的概念 否定了自己的灵魂 他也不在轮回中 他不在十八层地狱里 他在十八层地狱之下 是十八层地狱只给在六道轮回中的生命相互对应存在 没错吧 你可以不接受 你查查书上 你稍微明白点 人都知道我说什么 所以你如果是不是无神论 你是无神论 进化论 你完全相信共产党马克思那一套的时候 你说的话不是狗屁 狗屁都不如 狗屁在轮回中 你不在轮回中 嘿嘿嘿嘿 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共产党毁人 是从根本生命基础上毁了人 他把人完全带入到一种魔鬼之中 我们纯粹单纯的魔鬼之中 单纯的魔鬼之中 我记得原来跟大家介绍过 在这个华盛顿邮报说过 人生是人生十大奢侈品 那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做的视频 我不知道这视频我能不能传上去 所以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来介绍下来 谢谢你们 我先来个人 我先来个人 你再来个人 我有什么事 我先来看 我先来个人 我先来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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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们节目中有探讨过 李平先生写的 但他很有趣 共产党的家业 跟习近平的地业 这个 这个是因为 也是因为昨天说 我们说王丹那句话 他引出来的 但是我看过之后感情那句话 王丹只采了一句话 不是全部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过年前公开表示 我们一定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 这个短片呢 在网上广传 那大家引起了各种讽刺和说法 然而 如果只把习近平的表白 等同于承认党天下 执着于立党 为公为私 恐怕低估了他的用心 而我们只能是分 这是每个人 同样一句话 每个人解释不同 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27号 那月27到四川视察 一个老伯伯赞赏他说 中国人民的福兴 他回答说 谢谢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 共产党的家业 就是让老百姓 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后面他有一个解释 他眼睛中的共产党的家业 是什么 但是王丹先生 在他昨天的推文中 我们看了整个 我跟大家介绍的报道里 没有把后面这句话说上 那现在苹果日报 把后期这句话说上 这个说上跟没说上 这可是两回事 所以我没有看过 我从来不看 习近平讲什么话 我没看过 那你如果这么算的话 我觉得是王丹先生那个话 就有点欠缺 起码李平先生也说 你如果只剩那么说的话 是有点欠缺 但每个人 这个东西都每个人看点不同了 但是全面与否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基本信息的 一个表达的东西 那李平先生说 习近平后半句 把党的天下 拉回到人民的天下的意思 但前半句 党的家业显然是其真情流露 触怒了海内外诸多亿人士 所以有人质疑 质问了 你党到底有什么家业 68年抢占了中国所有资源 奴役残害了14亿中国人 你党的家业 就是欠下 就是对人民欠下的血债 张立凡先生直接说 守住国民党的家业 是立党为私 天下为公方为 人间之正道 那张立凡先生就引用了 当时国民党本身的 创业者的本身的说法 因为人家有一个天下为公的说法 对吧 那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 中华民国的执政党 但他的创始人 孙中山先生 有一个天下为公 那实际呢 蒋介石本身 在他过程中也在秉承了 天下为公的概念 如果他不是以天下为公的态度 去对待的话 共产党没今天 如果他不是以天下为公的态度 去面对他的国民的话 共产党做不了的空了 是不是 所以 人之出性本恶还是获利 人之出性本善还是获利 我以为这是一个对等的 当在利益层面 你明显可以获得利益的时候 你丧失不丧失人性 共产党的选择就是丧失人性 在共产党的教育之下 今天的很多中国人 把眼前的利益 当成自己生命的根本 他自然就会 自然就会谈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显然意见的 这是显然意见的 共产党的嘉业之说遭到炮轰 跟中央电视台春晚取消了 风扇大典不无关系 历史上 皇帝到泰山 风扇要显示出寿命于天的 已是皇帝的合法性和伟大 中共喉舌在宣传习近平是人民领袖之际 又大肆宣扬泰山的风扇大典 实在是荒谬 这些所有荒谬的描绘 我个人能够感受到他完全都在 怎么说呢 他完全都在这个 应该说完全都在共产党的 完全都在这个 共产党的基础上 应该可以这么讲 完全都在共产党的基础上 其实我一再节目中跟大家说了 泰山的风扇大典 拜的是黄飞虎 现在当你拜泰山的时候 同样拜了地狱的 十八层地狱的神 那是一个对生命认知的态度 在人的利益层面 来表明军权神兽 来表明皇帝的合法性和他的伟大 而皇帝的合法性和他的伟大 是他当他封山大典去拜山神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做错了 将遭到天前 遭到天前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一再解释 无神论对人的伤害巨大 包括在你意识到共产党的邪恶的时候 你抨击他都在他的话语权中 那这是今天 我们完全能够在 就在这样的讨论中 我们能够完全可以注意到这一点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李平先生就直接这么写的 而在我眼睛里 我们可以明确地意识到 这是一个问题所在 天下为公 方为人间正道 守住国民党的家业 是立党为私 这是张立凡先生 借助当时国民党的概念 孙中山的概念 中华民国的概念 我们看到他从几点上去说 而这几点都是从 社会跟国家的概念角度去说的 而封山大典不是 封山大典是在生命的角度上说的 当你去同样批评者也抛弃了生命的角度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他的荒谬 但同时也显示出批评者自己的荒谬 批评者自己的荒谬 是因为你同样站在无神论的角度 去看待泰山风扇的这一件 有神论的背景 有神论的背景 2016年12月份习近平在视察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时说 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 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 当然必须要信党 这个我们当时跟大家介绍了 党媒本来就信党 这话没什么可说的 共产党存在就这个 习近平言下之意是党媒要信习 这是他说的 当党媒信习的时候 那党的家业再到风扇大典 这不论是习近平的本意 还是他幕僚的主意 表明习近平地业在家宿 荒唐而真实 他这么跨上 2016年当时的说法 那他党媒信习 他2017年一年之后 他才有机会成功 而他再往前这么去 往前倒他后头的话 然后立刻扭过脸来说 党媒信党 实际党媒信习 我还是说 共产党最狠的 就是摧毁了很多人 对自我生命的尊严的认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没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并非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